不过特别重要 你要针对是now 因为你针对today的话 因为它里面都是000 那你带过来也是00 所以你now的话 你可以把它带过来 10的话就out了 有没有 分的话就mini 秒的话就second 那另外的话还有个函数 刚刚有个date函数 对不对 里面的话还有个所谓的什么 time函数 time 有没有 time函数 道理是一样 按确定 它也会跟你要三个东西 就是这个是分 如果你要合回来的话 它会要标准的时间 的格式的话 那你就要什么 hour minisecond 分别给它三个东西 它会帮你合并回来 变成一个数字 但是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你格式 如果没有格式 你再格式一下 有没有 它会帮你格式 如果这个格式不是你要的话 当然你自己再去 变更一下 你可以再去挑一个 比如说看要不要AMP 如果不要的话 你可以用 其他格式 我再选一个 它就是会帮你格式化成这样的一个格式 有没有 分跟合 日期跟时间 几乎一模一样 也是三个东西 年月日 然后十分秒 那要把它合回来 就 date 是日期 tine的话 是时间 OK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要计算的话 很简单 如果你将它tine要计算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个tine里面 比如说我要增加10分钟好了 10分钟以后 OK 这个现在时间的10分钟以后怎么办 很简单 把这边加10 这个地方可以再做计算 这个10分钟 或者是几小时 几秒钟都可以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是 10分钟以后就是 三十六 四十六分 三十秒之后 OK 特别注意哦 所以 如果你以后要计算的话 请你直接在分别 针对 十分秒 计算 那年月日一不一样 一样 date函数有没有 你也可以加一个月 加两个月 其实到底一样 一模一样哦 OK 所以其实你会 date 你应该就会tine OK 两个应该一样的东西 它其实逻辑都一样哦 所以剩下就是要 找一些相关的范例 练习看看 OK 再来的话呢 我们切到datev OK 那datev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要做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哦 我们刚刚讲过了 算相差几年 相差几月 这个就是它的强项 因为呢 有那个论年不是论年嘛 论月不是论年 大月小月 年月比较麻烦 天的话就没有必要啦 天的话你直接 相减就好 像刚刚我们到 所以呢 它的强项一 就是帮我们计算 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那相差几年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当然你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 义耳 比如说我可以用 假设啦 我相差几年 我可以用义耳 义耳怎么减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可以先抓这个的义耳 2006对哦 然后呢 减掉呢 1980嘛 对所以其实你假设这样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中间加个减号把它贴上 然后呢 把这个后面的年 有没有 改成这个 有没有 这个年 减这个年打勾 26年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用DATIVE 我们刚刚 但是DATIVE特别注意哦 因为呢 它在这个插入减数 奇怪没有这个减数 不过呢 它可以用所谓的相容模式 相容模式就是说 你可以用打的 但是它不会出现 你想为什么 它明明这么好用的减数 你不就直接放进来就好了 原因主要是出在那个 那个专利的问题 因为最早有这个减数是在那个 DOS 应该听过DOS这东西吧 好 那个黑白的年代嘛 那个以前电脑没有视窗 没有彩色的嘛 对吧 那时候有个叫LOTUS123 以前四算表最早其实 大概都是用LOTUS123 不是用Excel 只是说因为后来微软的Excel 有视窗 而且有滑鼠 那大家怎么用 一定是用那个滑鼠键盘 你不会再一直打指令嘛 对不对 所以慢慢那个就被舍弃掉 可是以前那些人都还用习惯 那些指令嘛 如果那个指令要把它拿进来的话 可能就是不能直接 因为有那个专利的问题 所以它怎么样 干脆用相容模式 OK 应该可以理解的意思吧 所以LOTUS123 不是重点 反正大家知道一下 不过如果你有听过LOTUS13 表示你应该很资深的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距离 现在至少25年以上了吧 OK 25年 所以如果你25年 那人家说已经在上班的话 毕业的话应该22岁吧 22岁再加25 哇 所以不要承认 我之前还问说 有听过的请举手 举完手之后 所以我就不敢问了 因为后来我讲说这个已经20几年前的东西 那些人整个头都变滴滴的 不敢承认了 OK好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相容 特别主要他必须用打的等于 你就对着 DIF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钱瓜糊 他需要有三个东西 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比较前面的日期 就这个 逗点 比较后面的日期 逗点你要比什么 我要比Y 就是相差几年的意思 M是相差几个月 D是相差几天 OK 那我们打勾一下 26 不过你想说这个 可以 那是不是这个也不用了吗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最大差别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哦 把2006这个结束日期 把它改为8月好了 8月12还没满 就像你生日还没到 那你还不算多一岁好了 假设这样哦 那你就什么 打个勾哦 这个改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变25 这个还是26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道理吧 所以以后 如果你只是专注在年 反正我到那一年到了 我就 特别所以你用义额 但是如果说你一定要月跟日都到 才算多一年的话 就像算年值的话 那你就可能就要用 Dedif 你不能用义额 否则的话 你有时候多给人家 或者少给人家 都有可能发生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方法跟这个方法 都可以解决你那个年的问题 那月的问题怎么办呢 向下拖拉 复制一下好了 把它改一下 这边变成m就可以了 马上打个勾 313个月 而且是精确 你不能说 我把天数算完除以30 那这样不对啊 因为有很多月 你不能随便这样算 一定会错 所以你如果用其他方法 怎么算都没有这个精确 这个还蛮精确的 那天的话呢 那你想说那我可不可以用天 天其实 那也可以 只是说呢 算 算完之后的话呢 到底有没有差别 你想说 那跟刚刚我们学那个方法 这个是一个方法 刚刚学了一招 等于什么呢 后面的日期 剪掉前面的日期 打个勾 都有没有一样呢 一模一样 有没有发现 这个跟这个 不过看起来 好像哪一个方法简单 好像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吧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算天的话 我干脆两个相减就好了 我没事干嘛 再去用个Dedif 当然也结果一模一样 只是说如果以便利心来看 还是天减天就好了嘛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后面还有多这三个 到底做什么用 主要是要算这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算这个人的 不是只有年龄几岁哦 他如果还没满那个几个月 你要把他留下来 或者他超过 他还不到 你就反正就是他到今天为止 已经活了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的话 OK 特别注意 这个很麻烦吧 OK 如果你以前要算这个东西的话 或者是他年资 比如他到公司今天为止 他总共已经几年了 几个月又几天的话 那当然你必须要会Dedif 如果你不会Dedif的话 很麻烦 那所谓的YM 特别注意 因为我已经算了他假设 他这一天 到这一天 两个相差几年出来了 可是问题后面还要找的吗 比如说他到这边为止 其实他要相差 应该要找相差十一个月 所以相差十一个月 你这个十一个月也要给我 你可以用YM YM的意思是说 如果已经算完年之后 剩下月你要给我一下 那MD的话是说 如果算完年跟月之后的话 剩下几天你要给我 OK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我要取得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 一样我用复制 复制公式下 YM 那这边都 把它改一下 改成YM Enter一下 应该是改下面这个 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怎么样 一个月 为什么 他 剪完之后呢 这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十月了 OK 二十六年之后 剩几个月 剩一个月吗 八月十五到十月十二吗 OK 就是相差一个月 当然如果说 我今天两边都改成八好了 比如说这边改成八 这边也改成八的话 那二十五吗 那剩下多少 应该还有十一个月吧 还留十一个月 有没有 二十五年又十一个月 那剩几天呢 几天的话 特别重要 一样 你可以把这边 一样复制过来 几天的话 你可以 算完年 算完月之后的话 还有剩下几天 你可以用MD OK 那一样 如果把它改成八月 的话 那应该理论上 应该是十一个月吧 然后剩下的话 应该还有几天 二十八天吗 OK 所以呢 这个跟这个 主要是解决 算完之后的月 算完之后的日 如果说我今天 要把它套用到这边的话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几岁就用这一个 几个月用这一个 YM 几天用这一个 你就可以算出标准 只是说 那这一题可能比较麻烦 是说 我必须在公式里面 还要串几岁 逗点 有没有 几个月又几天 就是公式跟文字 要串在一起 OK 那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这一题 待会我们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